印媒,印严重高估了S400盲目自大会付出惨重代价 据印度国防新闻网站报道 印度最近从俄罗斯进口的S400防空系统 被一些媒体和防务专家吹捧为世界上最好的 游戏规则改变者、神圣武器 以及让巴基斯坦和中国都颤抖的武器等等 鉴于这些夸张的描述 我们必须从技术角度去审视这款防空武器的能力 以免我们的领导人成为他们自己言论的受害者 并发动可能代价高昂的灾难性的军事冲突 它是一款移动式的对空导弹等等系统 能够拦截各种飞机、无人机、巡航导弹等空中目标 并具有末端弹道导弹防御能力 S400系统可以使用多达五种类型的导弹 分别是9M96E导弹射程达40公里 9M96E2导弹射程达120公里 48M6E2导弹射程达200公里 48M6E3导弹射程达250公里 40M6导弹射程达400公里40M6导弹 伦敦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的研究员 贾斯汀·布朗克表示 F400可能会被大量来袭的导弹所淹没 也很有可能被敌军的电子攻击的所破坏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彼得托皮奇卡诺夫也表示 F400不太可能拦截巴基斯坦 可能向印度发射的所有类型的导弹 而大多数美国飞行员坚持认为 F300和F400只能对非隐形战机构成威胁 美国防务专家西奥多·波斯托也认为 爱国者在战争中的表现 几乎完全无法拦截伊拉克使用的 非常原始的弹道导弹 显然这种表现并不能证明 爱国者系统能够起作用